今儿 我连车带人 都白送我 女人对着男人媚眼如丝 还不停地用言语聊拨她 而男人早已被女人灌醉 稀里糊涂地陷进了温柔乡 殊不知 她悲惨的命运也就此开始 很快 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大喜之日 翔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只因妻子比自己大十六岁 又老又丑嗓门还特别大 唯一的优点应该就是有钱 毕竟 翔子娶她没花一分钱 虎妞是自费嫁给翔子的 这让一众兄弟们都羡慕不已 可翔子心里的苦 只有她自己知道 翔子的父母早逝 十八岁就来到北京讨生活 她找到一个拉车的营生 生活也还算过得去 可从车厂租车要交车分钱 所以翔子的梦想 是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 为此 她省吃俭用整整三年 终于攒够一百块钱买了一辆新车 可她还没高兴几天 就被大兵连人带车抓走了 他们正用翔子的车来拉火 超重的货物压在翔子的新车上 让翔子心疼不已 她想要搬点货物下来 却不幸换来一顿毒打 好在随着一声枪响 大兵们吓得纷纷逃窜 翔子终于得以解脱 可不料 慌乱中竟有人撞到了她的车 翔子刚买的车就这样摔下了山崖 她不由得悲痛万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翔子发现身后有三匹被遗忘的骆驼 于是她便将骆驼迁走 以三十五块的价钱卖掉 到了北京城 翔子花一块钱买了件新衣 还剃了个头 准备一切从头开始 没想到 关于翔子发财的消息 竟在车夫们之间传开了 听说翔子 姐西山拉会分日皮落的来 邪财全让她给发 嘿 还听说她捡了块大金表呢 从那之后 兄弟们便喜欢称她为骆驼小 而翔子为了生活 便决定回去继续拉车 于是她来到车厂找刘四爷 刘四爷有一个闺女虎妙 三十七八了都没嫁人 整日在车厂收车份前 她性格颇辣 遇到想耍赖的车夫 上去就是帮帮两拳 逼得人家乖乖交钱 可就是这样彪悍的女 却唯独对翔子温柔以待 当她看到许久未见的翔子时 不禁有些激动 哟 翔子 我说你让狼掉了去了 还上非洲挖金矿去了 翔子不敢招惹哄妞 连忙进屋去找四爷 他想暂时从四爷这租黄包车 等攒够了钱再买一辆新的 可四爷是个生意人 最会算计穷人了 他说要借钱给翔子买车 每天只收一份利息 不料翔子果断拒绝了 他算过最多两年就能攒够钱 我慢慢省 等攒够了数啊 我现前买先货 此后 翔子比以前更加卖力的拉车 不论条件多么艰苦 他都干尽失足 只为尽快买辆新车 而虎妞看上了翔子 他心疼翔子的身体 叮嘱他要注意休息 可翔子却不敢偷懒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他便去给一个大户人家拉包月 不料 雇主的孩子们经常会捉弄他 一太太也总是使唤他干活 又是叫他挑水 又是让他帮忙抱孩子 甚至让他给老爷擦脾心 翔子忍无可忍 我是来拉车的 不是来给你们挑水抱孩子 我们花钱雇人 这家里的活你都得干 翔子受不了这个屈辱 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夜晚 他失魂落魄的回到车场 虎妞见状高兴坏了 连忙拉他进屋好酒好肉的伺候着 昏暗的灯光下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虎妞不由的起了歪心 他不停的给翔子灌酒 最后熄灭了油灯 终于如愿以偿 第二天 翔子清醒后又羞又美 心里十分不得尽 恨自己怎么会激不择屎 这一整天他都没心思当务 可突然 他遇到了他的贵人曹教授 原来他曾经给曹教授拉过包月 后来曹教授被调去了外面 翔子这才回到车场拉档客 如今 曹教授再次邀请翔子给他拉包月 翔子果断的答应了 为了摆脱虎妞 他还决定搬去曹教授家主 晚上翔子主动找到虎妞 叫了这几天的车份钱 还说以后要去给人家拉包月 一听翔子要走 虎妞可就不乐意了 他将车份钱还给了翔子 今儿吧 我连车带人 都白送我 就这样 翔子再也难逃虎妞的魔爪 在那之后 翔子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曹教授一家人都待他十分和善 每逢节日还会额外给他一些赏 这晚 翔子买了个二手的葫芦罐 将赚的钱都存了进去 心想你买车又进了一步 可虎妞又怎会轻易放翔子离开 这天 他竟直接闯进了曹谷 刚好撞见翔子 在和管家婆说话 他顿时粗意大罚 怨不得你老躲着我 感情这儿有个妖精 小老妹啊 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好玩意儿 翔子连忙拉着虎妞出去说话 两人虽有过雨露之欢 可翔子心里却并不喜欢虎妞 但他没想到虎妞就认定他了 还告诉了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翔子 我有了 什么 你瞧 翔子听后如同五位轰 可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再懊悔也没有用了 虎妞见翔子一脸忧愁 便替他想了个好招 说拉月二十七是刘四爷的生辰 让翔子带着像样的寿礼去喝手 顺便再认他做干爹 日后他追问孩子的父亲是谁 虎妞便说对方已经死了 这时翔子站出来当街盘侠 岂不是完美 你本来是干儿子 再当你去顺水推舟 省得他就能出仇 就这么着了啊 虎妞走后 翔子回去趴在床上痛哭了一场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虎妞的事还没解决 翔子就遇到了另一个大麻烦 这晚翔子拉着曹教授回家 却发现身后有人一直跟走他们 原来是曹教授被客户盯上 他连忙让翔子将他送出城外 可曹教授是躲过一跌 翔子却开始遭殃了 客户说曹教授是乱党 翔子则为他的同党 说把威胁翔子拿钱买藏命 可翔子油盐不尽 客户顿时恼羞成怒 告诉你 大爷把你放了下放个屁 要是把你枪毙了 哼 像黏死个臭种 快拿钱吧 就这样 翔子好不容易存的钱 全被客户洗劫一哭嘛 他又一招回到解放前 走投无路的翔子 只好去参加四爷的生产 他用虎妞给的钱 精心置办了寿领 还认了刘四爷为干爹 可刘四爷是何等的精灵老练 他怎么会猜不到虎妞的想法 于是他在饭局上把话说开了 他就是死 也不会接受翔子当自己的女婿 我干脆告诉你得了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你想去倒贴啊 甭想 我不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 虎妞听后顿时火冒三丈 既然这层窗户值已经捅破 他也不打算再隐瞒 于是当众说出了自己怀孕的事情 刘四爷觉得老脸都被他丢尽了 父女俩为此大吵一架 虎妞不惜和父亲决恋 也要嫁给翔子 几天后 虎妞自掏腰包举办了婚礼 终于如愿把自己嫁了出去 快给我揭开一头啊 想你这傻子 就这样 两人成了结拜夫妻 新婚之夜 虎妞终于告诉了翔子实话 原来她根本没有怀孕 翔子听后恼羞成怒 可如今目已成舟 她也无法改变了 此后 虎妞每天都有手好险的 带着翔子出去吃喝玩乐 翔子不喜欢这样闲下来 便想出去拉车赚钱 可虎妞却怎么都不同 第二天 翔子偷偷出去拉了一天的车 回来就被虎妞臭骂了一个 她忍无可忍 直接放下狠话 我得拉上自个儿的车 谁要拦着我 我就走 拥不回来 虎妞见状 这才透露出自己的如意算盘 她是打算等钱快花完了 就带着翔子回去给父亲磕头认识 这不就又有钱又有车了吗 可不料 当虎妞这天回到车厂时 却发现车厂已经一桌了 虎妞低估了父亲的绝情 她宁愿把车厂卖了 也不愿意让翔子占到她的田 虎妞回去痛哭了一场 可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 随后 她拿出仅剩的四百块钱 让翔子去买辆好车 翔子向虎妞保证 一定靠拉车养活她 此后 重操就业的翔子更加卖力的拉车 从不停歇风云无止 这天翔子回到家后 竟得知了一个意外惊喜 我有了 这回快儿真的 翔子高兴不已 生活终于有了盼头 可突然 隔壁屋里传来了摔东西的声音 都给我死了去 原来隔壁屋的老头也是车夫 他酷爱酗酒 可还要养活两个儿子 没钱的他 便将女儿小福子卖给了军官 可刚要打仗 军官就扔下小福子跑了 小福子走投无路 只能再次回到娘家 没想到 父亲非但不心疼女儿 反而伸手就找他要钱 可小福子身无分文 父亲便大发雷霆 都是我一个人啊 你闲着也是闲着 有现实的 干嘛不去外去 怎么请等着饿死啊 无奈之下 小福子便走上了不归路 整日打扮艳丽地站在街边缆客 这天突降暴雨 翔子偶遇正在躲雨的小福子 便提出载他回家 看着翔子淋湿的背影 小福子感动不已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这么好 可翔子回去后就感染了风寒 虎妞见状心生不悦 直接了当地告诉翔子 再看他跟你在一块 我可饶不了他 没想到第二天 小福子为了感谢翔子 进主动上前帮他擦车 你忙去吧 我会 打脚就帮我爹擦车 这车上真漂亮 不料这一幕 刚好被买菜回来的虎妞撞见 她的脸色皱变 大骂小福子臭不要脸 小福子听后连忙跑回了屋里 翔子破于虎妞的压力 也是敢怒不敢言 这天 一个男人从小福子家中出来后 虎妞连忙泼了盆脏水过去 真的不要脸 瞧到女儿变成神 快成一屎了 虎妞不仅骂骂咧咧 更是扬言在网怨里里 就直接把他们轰出去 小福子躲在屋里默默流泪 虎妞断了她的生计 导致第二天 弟弟们回来没饭吃 无奈 她只好带着弟弟们去找虎妞求情 可怜可怜我这人 没有娘的小兄弟 给我们一条活路 当虎妞得知了小福子的苦衷后 后悔自己做得太绝了 她连忙将翔子刚买回来的粮食 送给小福子赔不适 就这样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可惜好景不长 这天虎妞即将临团 却遭遇了难产 生了一天都没生下来 翔子听从产婆的话 刻意去庙里求来相辉 回去后混着水给虎妞服下 喝吧 喝了就好了 可不料 虎妞喝完之后更加难受了 产婆连忙让翔子去医院请大夫 可想要医生出诊 首先要交三十的出诊费 见翔子手头没钱 大夫竟直接关上了门 等翔子再次赶回去时 虎妞的力气消耗殆尽 她遗憾地带着孩子离去了 翔子悲痛欲绝 为了给虎妞下葬 翔子到处借钱才办了葬礼 可自那之后 巨额的债务让她喘不过气 走在路上都能碰到债主催债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是小福子给了她钱让她去吃饭 翔子走投无路了 便只能将所有家当都卖掉 此刻她已经一无所有 决定去外地谋生 临走前她告诉小福子 你等着 等我混好了 不来 我一准来 可不料 两人这一面竟是永别 此后 小福子一直在等着翔子回来 可等到父亲要将她迈进窑子里 也没见翔子的踪影 万念俱灰的小福子便寻了短电 可她的尸体只被一张草稀裹着 扔到了荒郊野外 然而 命运和他们开了个玩笑 就在小福子走后的第二天 翔子就回来找她了 却不曾想 她只见到了小福子的尸体 生命中最后一丝光亮都熄灭了 这一连串的打击 让翔子变得浑浑噩噩 对生活再也没有了激情 一段时间后 翔子竟堕落成了街边的流浪汉 整日在路上捡东西填饱骨子 这天 她被一个车夫撞到 可她非但不生气 反而呆呆地望着她 恍惚间 翔子仿佛看到了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